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这堂课主要用的原材料啊 首先呢就是这个鸡蛋 然后有黄油 然后有这个杏仁粉 然后有这个低筋面粉 色拉油 然后还有这个奶油奶酪 然后还有这个牛奶细砂糖 主角是这个咸蛋黄了 然后还有不可或缺做甜品 奶油蛋糕必须的这个淡奶油 那么这个黄油的选择呢 就选择普通的黄油就可以了 不盐的啊 不需要这个发酵奶油啊 普通的就可以 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来做这个原味蛋糕体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要的原材料 是戚风蛋糕底 然后呢主要就是有这个鸡蛋 然后呢还有这个低筋面粉 然后玉米油 白砂糖 细砂糖 还有牛奶 然后这个蛋白和蛋清呢我已经分离了 然后蛋白呢我已经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里 我们先让它冻到表面有一层这个冰茶以后再打呢 就更坚固一些啊 然后呢我们先来这个制作这个蛋黄糊部分啊 然后这个蛋黄糊呢我们先放一点点少量的这个白砂糖 这个倒没有规定啊 五克里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蛋抽呢 先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白砂糖呢搅拌至融化以后 蛋黄稍有发白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玉米油呢放进来 这个蛋黄糊部分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乳化均匀 那么什么叫乳化呢就是各种不容易溶解在一起的材料呢 最后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搅打搅拌之下呢 它混合在一起均匀的混合在一起呢 这就是乳化部分 那么我们看这个蛋黄糊我们要有油是吧 有蛋黄然后还有这个液体 这个液体其实和油呢是不容易溶解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通过蛋黄它一个介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材料呢均匀的融合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把油放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还是搅拌啊 你看它很容易就混合在一起了啊 然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放液体部分 液体部分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液体啊 不管你是用水还是用牛奶啊 这个液体一定要是温热的 就是你看我现在把它放在一个 其实是一个温水里面保温着 尤其是现在天气冷了 这个常温的牛奶可能气味也比较低啊 尤其不能用冰牛奶啊 这进去以后呢你再筛面粉 面粉很容易有颗粒 就是有些同学就是不太注意这个细节 他会怎么做都觉得这个面粉 筛进去以后的蛋黄糊非常的不顺滑啊 这就是因为你这个可能液体的温度过低啊 那么我们保温大概在多少呢 就是和你手温差不多啊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现在的液体呢 已经是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温度 然后我就倒进来 好我们还是搅拌均匀啊 这里呢你怕如果乳化不均匀 可以稍微多搅一会儿 但是一般液体如果是温热的话 很容易就乳化均匀了 那么乳化均匀怎么检查呢 我们就可以看啊 比如说这个液体表面有没有油芯啊 是不是就是像这个已经乳化完全的 是非常的就是均匀的 那有些同学说哎 他搅拌以后说 这上面怎么有这么多气泡啊 其实这个气泡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你在搅拌的过程中 一定是带入空气的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筛入面粉以后 它自然就好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面粉筛进来啊 这个其实我已经过过筛了 我们就直接放进来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关于这个加入面粉以后的搅拌呢 就像有很多的就是文章说啊 不能画圈或者什么呢 其实在我看来 只要你乳化均匀以后 画圈也是不怕的啊 因为我以前上课 基本的画圈没有起过筋啊 好 它很容易就这个混合均匀了 而且你看我就算画圈 它也并没有就是 这个起筋或者什么 还是很顺滑的蛋黄糊啊 那么这个蛋黄糊部分呢 我们就做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打蛋白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制作这个蛋白霜啊 就是打发蛋白 那么这个蛋白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打的时候呢 就是最好让它冷却到位啊 就是这个冷却的蛋白呢 就有助于你就是 延缓打发的时间 这样呢 就可以让这个蛋白呢 就是达到我们理想状态啊 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新鲜啊 常温的蛋白很容易打就扎了啊 那么我们冷藏到位 或者呢 我们就是有同学呢 他不太好把握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冷冻里 就像分完蛋白蛋黄以后 放到冷冻里 冷冻一下 就像这个表面一圈 或者哪怕是表面有一层冰都不怕 底下是流动的就可以了 这种蛋白呢 就打起来呢 就会啊 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我们要做蛋糕底呢 是做成这个 就是这个金盘呢 这么大大小的 就是有点像蛋糕卷的那种蛋糕体 那么它的蛋白打发的程度呢 是要这个 啊 湿性偏重一点啊 就是但是呢 就是这个要够坚固啊 这样我们这个蛋糕体 才能够蓬松不回缩啊 那么我们这个打发蛋白 还是分三次 把这个细砂糖呢 这个倒到蛋白里 那么我们先呢 先把蛋白先粗打一下 我们再打沉 就是基本上 就是看 就是看不太清 这个清澈的蛋白 有一点发白以后 有一圈粗泡 我们就加第一次糖 第一次糖呢 不易加太多啊 我们再看到 稍微能有一些 这个纹路的时候 我们再加第二次 就是看不太清 然后我们看到 这已经慢慢变得比较细腻的时候 再加第三次 然后关于这个打蛋器的速度呢 最开始呢是中速 低中速啊 然后呢 到现在第二第三次都是高速 但是说的这个中速和高速 也要看你打蛋器的功率啊 如果你的打蛋器功率太高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了 这高速可能不能轻易使 它太快你掌握不好的话 很容易就打过了 你可以用中速左右来打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 功率不太高打蛋器的高速啊 了解 那么这个蛋白在高速打发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一旦打到有阻力的时候 它是个标志 一旦有阻力的时候呢 像我现在已经有阻力 就可以换低速来整理 这些高速打出来的大气泡 让这个蛋白霜更细腻 那么打一阵以后呢 我们开始要检查一下这个蛋白 检查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你一定要就是不要停下 马上拔起 那样子是中间的状态 我们要就是这样搅拌两圈再提起 我们来看这个蛋白的这个肩才算 连现在它有一点长的 其实就是有点接近于中性了 其实这样就是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蛋白 它是非常细腻有光泽 而且坚固的 这样的蛋白做出来的季风蛋糕 它才不会回缩 看一下 这个肩还是有一些就是能拉长 而且它肩部是有一些软的 这种基本上就是中性 就是比较牢固的中性就可以了 这个蛋白霜这个打发就是 没有什么结晶可言 就是炼啊 然后这个有很多同学啊 他打的那个蛋白都太软了 就不够坚固 这个蛋白只有坚固啊 它才能就是很好的给这个蛋糕以支撑力 然后呢 关于这个糖啊 不要随意减在你特别 就是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 配方给多少就用多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按道理来说 这个蛋白如果是砖的话 这个糖肯定就是水泥 你一旦随意减 就水泥不够牢固的话 你这个蛋白打出来的就不够坚固啊 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蛋白打完马上要用啊 有些同学什么打完放半个小时以后再用 那你蛋白早消泡了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啊 这个混合 然后呢 呃 我们是要分 就是挖两次蛋白到蛋黄里混合完以后 再把最后的倒到蛋白盆里啊 然后呢 上过我课的同学都知道 我混合一向都是用蛋抽的啊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比用刮刀混合要方便多了啊 只要 这个刮刀用不好的话 有的时候蛋白搅拌不匀会有蛋白块 而且不太容易容易搅匀啊 很容易消泡 所以用这个蛋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啊 然后呢 这个混合的时候力道稍微收一些啊 不要就是这个啊 刷刷刷那种啊 就是稍稍有一些收着的啊 比较温柔的 你看我们这个蛋黄糊和这个蛋白很快就混合均匀了 然后你在这个混合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翻拌这个手法 你看我不光是这样 我还还这样 就有点像刮刀的这个二八法的这种手势都可以啊 你看这个而且根本没有消泡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一点 好 这两次的蛋黄糊跟蛋白糊呢 都已经混合均匀 我们再把它倒到这个蛋白霜里啊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蛋抽啊 而且蛋抽混合特别就是不容易有蛋白块 就很快能把蛋白块统统让它消失无形啊 好你看很快咱们就得到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混合骨啊 然后我们这个用蛋抽混合均匀以后 我们最后还是可以用刮刀啊 让它多个底 就是你看底下有没有翻翻均匀 或者这个蛋抽不容易接触到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个刮刀给它 再次的翻翻均匀啊 好了 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混合均匀了啊 你可以一边转一边翻翻减 你看好的蛋白就是非常不容易 就是被折腾消泡之类的 有同学在这里特别不敢 就是比如说他说我不敢多翻或什么 只要你的蛋白够坚固 就是它没有那么容易消泡啊 好了 那么这个已经混合完成了 我们就要入模了 那么今天这个工具刚才说过 还是用二八盘啊 二八金盘 然后呢 我现在这里面用的是这个油布啊 用油纸也是可以的啊 咱们就做一个这个方块的模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工具就是一块大挖板 一会儿我们可以把它啊 就是把倒进去的混合糊呢 给它刮均匀啊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已经混合好的 这个蛋糊呢 我们先倒到这个盘里面啊 那么呢 我们可以先用这个 倒进来以后 可以先用这个挖刀啊 把这个蛋黄糊先推一推啊 先给它推到四边 因为这个角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转圈刮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刮板 给它刮均匀 也是可以这样转圈刮啊 好 其实大概平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也不是做蛋糕卷 只是做一个蛋糕底啊 好 可以了 那么这个蛋糕底的烤制温度呢 是160度左右 烤20分钟啊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送到烤箱里 好了 现在这个蛋糕底已经烤完了 那么就把它拿出烤箱 好 这是烤完的蛋糕底 然后我们要马上把它拿出来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四边 都冰开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在它的表面撒一些糖粉 然后再给它翻过来啊 撒糖粉是防止一会儿粘在那个油纸上 吸潮的 好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晾凉架上 好 那这样让它自然的晾凉就可以了 然后先不要把这个油纸掀开啊 掀开的话 它有的时候会风干 现在呢 我们来制作第二部分 是这个蛋黄酥粒部分 然后这个咸蛋黄酥粒呢 就是必须要用到咸蛋黄了 那么我们咸蛋黄呢 先要先处理一下 因为这个是生的咸蛋黄啊 那么就是要把它烤熟 然后呢 在烤之前呢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高度的白酒呢 先喷一下啊 这样是去腥的 也是杀菌的 然后呢 我们烤完以后呢 就把它放到这烤箱里 160度烤个十来分钟啊 这个时间呢 其实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来看的 十分钟左右 是一个参考时间啊 就是烤到它有点微微冒油 那就是烤熟了 那我现在设定的是烤十二分钟啊 就是让它烤出油 就可以出炉 那现在这个蛋黄呢 以前蛋黄你烤好了 我现在就把它出炉 看一下 就烤到这个出油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用这个食物料理机先给它打碎 然后再过一下筛 那如果你没有食物料理机的话呢 就是省略这个也可以 那就过筛 可能要稍微花点力气啊 那么现在已经把它放在料理机里了 我就打一下 这样呢 后面过筛就比较轻松啊 好 现在打完就把它拿下吧 那么基本上就已经过筛完了啊 这里面有一些硬心 像这种大块弄不掉就不要了啊 那基本上这个底下就是 我们要用的这个显蛋黄碎了啊 这个这个就是已经过筛 的显蛋黄碎啊 如果用不掉的话呢 可以放在那个保鲜袋里面 然后放到冰箱冷冻啊 什么时候要用拿出来 恢复室温就可以使用了啊 所以多弄一点没有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显蛋黄碎做完以后呢 我们要开始做这个显蛋黄酥粒啊 然后这个显蛋黄酥粒的主要的 构成员材料呢 就有刚才我们这显蛋黄碎 然后杏仁粉 然后有这个黄油 然后还有这个低筋面粉和这个细砂糖 这个黄油啊 不用软化 就直接冷藏的拿出来 直接用就可以 然后就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混合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黄油捏碎啊 就是反正就是混合着这些原材料一起给它捏碎 然后这一步呢 如果家里有厨师机的同学可以用厨师机啊 直接用这个搅拌桨 给它搅成 一会儿我们需要的状态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就演示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用手怎么操作 不要揉 不要像揉面那样揉啊 其实就是给它捏碎 然后搓一搓就可以了 这种酥粒呢 不光光是像做这个 像我们做杯子蛋糕什么的 上面都放一点也可以啊 就是烤完就非常好吃 好 你们看 这慢慢的这个 叫什么 粉粉质就没有了啊 这个粉状的这些 慢慢你看 已经开始变成了这个 像小面团一样啊 好 我可以看到啊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干粉了 好 所有材料都已经变成 就像这个一块一块的这种就可以了啊 这样差不多了 好了 就让它这样一块一块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烤盘里啊 放到烤箱里烤了 这个烤箱里烤的温度呢 基本上和刚才烤蛋糕卷的温度一样啊 160度烤10到15分钟 这个具体的时间呢 要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感 和这个烤箱情况来定啊 好 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捏好的这个酥粒啊 放到这个烤盘上 这个一块一块大小无所谓的啊 然后给它铺均匀了 好 拿到烤箱 好了 这个呢 已经是烤完的这个 到咸蛋黄酥粒啊 这个呃 其实我觉得稍微烤焦一点好吃啊 那个我烤焦呢 用了18分钟啊 给你们参考 然后呃 这个拿出来就已经这个咸蛋黄味铺皮了啊 然后呢 吃起来也非常的酥 啊 然后这个呢 要就是把它放凉以后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咸蛋黄酱的制作啊 那么咸蛋黄酱制作的这些原材料呢 主要就是还是刚才的这个咸蛋黄碎 然后还有这个奶油奶酪 然后还有这个白砂糖牛奶和这个淡奶油啊 就这几样原材料 那么如果家里有军制机的同学呢 你可以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军制就可以了啊 那么没有军制机的同学呢 这个奶油奶酪如果是从冰箱里直接冷藏拿出来呢 首先要软化啊 那么软化呢 今天我就演示一下就是啊 如果没有这种军制机的操作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呃 热水里温水里先软化一下啊 如果家里有微波炉的话 可以用微波炉来操作啊 会比较快啊 好了 现在呢 已经这个 这个和热水已经软化到位了啊 然后呢 我们一点点呢 把这个糖都加进去先 好 也是把这个奶油奶酪和这个糖呢 我们再给它加拌均匀 可以用这种碾压的办法啊 那么搅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再一点点加入这个液体啊 把这个牛奶加进去 然后让它跟它混合均匀 一定要少量多次加入 让这个牛奶跟这个奶油奶酪 可以混合在一起啊 一下加太多 它很容易就是多颗粒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进搅拌均匀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咸蛋黄碎下去 好 那么这个咸蛋黄碎呢 和这个奶油奶酪 还有牛奶呢 咱们就混合均匀了 然后最后一步呢 我们要加入这个淡奶油啊 然后今天上课呢 主要使用的这个淡奶油呢 就是这个一粒啊 一粒的淡奶油 那么这个一粒的淡奶油呢 就是看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啊 然后就是稳定性很高 就无论是裱花呢 还是这个 比如说做布丁啊 做蛋塔呀 这种啊 就包括今天做这个 咸蛋黄酱和一会儿 我们要做这个顶端的裱花奶油 都非常的好用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淡奶油呢 加入进来 然后呢 有同学就是有的时候会问 就是这个淡奶油要怎么储存 比如说开封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食用酒精一会儿啊 把这个口上都擦一遍啊 然后再给它用锡纸和这个夹子夹起来 放到冷藏里面来保存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加入这个淡奶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 好 搅拌均匀了 现在呢 我们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均质机呢 来制作的这个咸蛋黄酱 但是这其实还没有完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均匀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呢 加热一下 把它加热浓稠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刚才混合好的这个咸蛋黄糊呢 我们放到了这个奶锅里 然后我们要用炉子给它加热一下啊 中小火就可以了 现在呢 已经加热的差不多了啊 你看 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已经不是那么水了 然后你向中间划一条 它也可以露出这个底部啊 然后呢 你看这个用刮刀拎起来的话 它也是连成这个倒三角的片往下流的啊 这基本上就是已经可以了 不用特别特别浓稠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一会儿就贴面呢 然后把它放在 你常温放凉也可以啊 你着急 你可以贴面以后放到冰箱里面 这个让它冷却啊 这个贴面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就防止水蒸气的产生 然后呢 一是啊 这个让这个东西不会变质啊 第二个就是啊 就是这个水蒸气进去以后 整个味道也会变掉 所以就是这个贴面是甜点中 非常常用的一种保存方式啊 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现在我已经折了一块保鲜膜啊 然后就这样给它贴着它的面 啊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蛋黄酱如果一次性用不完的话呢 这个冷藏可以三天左右啊 好了 那么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打发这个原味的香提力奶油啊 那么这个乳脂35% 这个一粒蛋奶油呢 这个打发性能也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打一下啊 那个打奶油呢 就是这个奶油也一定要这个冷藏到位 就是要够凉啊 像现在天气还不错 还可以啊 这个温度比较低 那像夏天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可以呢 连打蛋盆也是提前冷藏一下啊 这样对打发淡奶油的这个稳定来说比较好啊 那么现在我们开打 Get buena 来吧 我刚才开的是高速打发 你看很快它已经开始有纹路了 变得比较粘稠了 那么继续 好看到这里 其实这个奶油已经在短短的时间 它就打起来了 就是非常好打发一打发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它基本上能说有个六分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速度稍微低一点 这样因为刚才高速跟打蛋白一样 它可能打进的空气会比较多 气泡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要让它细腻一点就开低速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慢慢呢 它就会这个纹路也开始变细腻一些 质地也开始变细腻一些 那么我们这个波波蛋糕杯呢 其实跟小蛋糕一样 它这个奶油其实是做裱花用的 那么可以稍稍硬一点 但是也不要太硬 太硬它就会变粗糙 好我们看一下 提起来大概它已经有一个这种 小尖尖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波波杯毕竟不像那个 我们这个抹面表花 这个其实它这个要求不是特别高 我宁愿你们就是 稍稍有些不到位 也不要你们打过 打过以后这个奶油呈现出来的 这个状态会非常难看 你看我们还可以一个检查方法 就是用这个刮刀挖起来一点 这样你看它基本不会掉 基本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奶油已经打发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一粒奶油的表现力非常好 就非常短的时间内呢 就打发起来了 而且我们看这个状态非常稳定的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每个部分都已经做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组装 我们这次用的波波杯呢 是这个360毫升的 这个小的波波杯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刚才第一部分 就已经好好的 这个蛋糕底 那么其实这个蛋糕底呢 应该用那种各种尺寸的切模来切 那么但是呢 有的同学可能没有 但他就想做 我在这里就说一下 就像这个波波杯 它都会带一个这个盖子 那么我用这个盖子呢 剪了两个尺寸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波波杯 它上下有点宽度不一 那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我把底下这个底剪掉了 这个再剪了一串 这个就是小一点 这个就是可以放在最上面的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我们先切一个小的 好 这样一个是切的 好 这切了一块小的下来 那么再切一块大的 那么其实呢 就是如果你嫌这样麻烦 你直接切个小块也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就是有多种办法 好 这也已经下来了 好 这块大的也已经下来了 你就还挺好用的 反正就是一大一小两块 那么这个组装顺序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底啊 它不是特别的平整 那么底呢 我们就是先在底下挤一些 这个淡奶油啊 好 差不多30克啊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 敲敲平 然后呢 我们可以拿一块小的 这个蛋糕底给它垫进去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蛋糕底呢 给它和这个奶油压紧 好 那么上面呢 再挤一层蛋黄酱 好 挤一层蛋黄酱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上这个蛋黄酥粒啊 这个蛋黄酱 差不多在35克左右啊 好 差不多25克的 这个蛋黄酥粒 然后呢 我们再挤一层淡奶油啊 好 挤一层蛋黄酱 再放一层这个蛋糕 好 蛋糕上呢 我们可以再挤一层这个 就是薄薄的一层蛋黄酱 好了 这个蛋黄酱也大概是35克左右 然后最上面呢 我们要挤上这个裱花奶油 然后呢 这个呢 呃 裱花嘴呢 就是其实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呃 做曲奇的那种啊 就是这个号是7093啊 那么这个奶油挤在上面呢 就是嗯 我们是先底上挤一层 然后全部挤满 再挤第二层 再挤最上面啊 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这是第一层啊 挤完以后再挤第二层 第二层呢 会比第一层 稍微矮一些 好 这是第二层 然后再挤最后一层 啊 这样呢 看起来这个 布格杯上面的造型 就非常好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呃 布格杯上呢 再点缀一点这个 像这个咸蛋黄酥粒啊 对 可以掰的稍微小一些 好 那么这个咸蛋黄口味的 这个布格杯就做完了啊 那么就可以看出 这个层次也很分明 然后呢 上面顶段造型很漂亮 然后这个一粒蛋奶油呢 这次就是这个塑形力也非常好啊 打发也非常容易 那么今天这个呃 咸蛋黄口味的布格杯呢 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